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无兄弟不编程 大家好 我是Lamp兄弟联的从浩老师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将要进行讲解 ATML相关课程 最近ATML发展的十分火爆 我们也增加了现在的课程 那么这一部分课程 主要是由我以后 带大家来讲解一下 好 今天呢 我们主要的内容 是讲解一下 ATML5的由来 看我们的课件主题上面写着 ATML5 on the road ATML5一路走来 这节课呢 不会涉及到过多的知识问题 而会什么呀 我要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ATML5是如何发展过来的 以及目前的状态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好 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啊 在屏幕的左下角有我的联系方式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想要联系我的话 可以什么 发微博联系我 或者发在我的邮箱都可以 如果有以下疑问 也可以上论坛来回答 好 那我们今天正式开始进入ATML5学习 好 在学习之前呢 我要对学习所有来学习的兄弟们 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要学习ATML5知识 你需要具备哪些相关的知识或者技能 好 学习要求 我一共给大家分了四点 第一点 需要大家具备一定的 HTML4.01和XHTML的相关知识 也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属于一种增量式的学习 在HTML5学习过程中呢 我们会提到很多HTML4.01 或者是XHTML的知识 但是呢 我们不会做详细的讲解 因为我们这块学习不能把HTML4.01也学了 如果这块知识 大家有什么不太理解的话 可以什么 上兄弟的论坛 上兄弟的论坛 下载一些其他老师教的 HTML加CS和DIV的知识 来了解一下好吧 好 第二需要大家具备一定的CSS2的使用能力 当然这块是我们在做页面布局 或者说在什么呀 介绍HTML5的新标签的时候 可能需要用到一些样式 如果说大家对CSS 不了解的话 在我写样式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有点懵的感觉 这个大家尽量是 了解一下CSS2的相关使用 但是后期我们还会介绍 CSS3 当然那块什么 也需要具备HTML CSS2知识才可以 我们不再讲CSS2知识 而是直接应用 三呢 是需要大家对 JavaScript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能够什么呀 用起来比较顺手一些 好 因为我们的HTML5里 有一部分是API的知识 这一部分的知识呢 全要进行 全要依靠JavaScript 进行编程才可以 所以说不具备JavaScript的兄弟们 可能在后期 学我们的API的部分 可能出现问题 当然如果你说 我那个HTML加CSS很好 但是呢 我JavaScript不贵 能不能听懂HTML课程呢 这个怎么说呢 不全部是 答案是不全部能听懂 因为实际上在前面几张 我们讲解HTML加CSS的时候 大家应该是没问题 HTML5主要分为几个部分 其中只有API的部分 用到JavaScript 其余的部分应该是不需要 好 最后一点 当然虽然说 我给大家放到最后 但并不代表它不重要 最后一点反而是重要一点 需要有耐心和毅力 并且其余动手 这也是兄弟联 要求 无论是在校学生 还是相关的 对我们进行提问的一些什么 非在校的一些学生的一些基本要求吧 如果不具备这些要求的话 你学语言 不论说是学HTML 还学是PSP 或者其他的语言 都是应该选不好的 就是有耐心和毅力 不要说什么 哎呀这块不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 不明白就什么 不明白就让它过去就过去了 这个不可以 如果不明白的话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及时解决 但是解决途机很多 大家可以什么 可以找度娘 什么是可以找谷歌 或者说什么 上网上上兄弟来论坛进行发帖 请求其他的兄弟们或老师帮助 都可以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微博这个东西还经常上 所以大家有问题 即使at我就可以了 我能解答 今天给大家解答 好吧 好再一点就是勤于动手 学习代码 就跟追对象一样 你不动手 切实的去追 是不是永远追不到啊 你光看着 你看着没你说人真漂亮 人能跟你走吗 是不能啊 所以追对象和写代码是一样的 你想把一个漂亮妹妹追到手 那就什么啊 上去追呗 要电话啊 是不是 要联系方式要QQ啊等等 要微博啊 相对于写代码一样啊 你想把这个东西学会怎么办 写啊练啊看啊 是不是啊 缺一不可啊 不能说光度手看 光看是不行的 光看是不行的 哪一个公司也不会要一个 只能看懂代码 而不能什么呀 写代码的人 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看代码 这个程序 而是指挥存代码 是不是啊 都要对大家的什么 能编程啊 所以一定要其余动手 不要懒啊 光看是没用的啊 光看是没用的 好 这是对大家提供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什么 学习要求 如果这些不满足的话 大家什么啊 前三条不满足 你可以什么 逐渐的丰富自己能力 再来学习的前面五 如果第四条不满足 那么你就别学了 好吧 第四条是必须要会的啊 必须要会的 好来 继续把它看 我们的学习提纲呢 这是这节课的学习提纲啊 主要分路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HTML发展路程 会讲一下HTML是怎么来的 或者说是HTML 怎么样从开始一点点 发展到了HTML5这个过程 第二部分呢 我们会讲解一下HTML5标准的改变 因为如果大家了解HTML4的话 应该知道HTML4的标准 和HTML5标准是不一样的哈 那标准到底改了哪些呢 好我们会在HTML5标准改变这个章节里边哈 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好吧 详细给大家讲解 然后呢最后呢 在本次课程结束之前呢 我需要为下次课程做一些准备 就是说我们下个节课就要开始讲技术了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呀 做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说什么工具啊编辑器啊 或者这些其他的相关的电脑的软件的知识啊 我们需要准备好 好吧 好 那么下面我们正式进入学习阶段 好 第一阶段HTML5的发展路程 好 一路走来 在幻灯片中呢 我这给大家列出了几点什么呀 嗯 时间流程吧 时间流程 好从分别从HTML1.0一直到什么呀 XHTML2.0的版本哈 注意这不是一个系列的是不是 是两分两部分吧 第一部分呢 是XHTML1.01 在1993年的6月份呢 互联网工程小组 也就是ITF工程组啊 他把HTML以草案的形成发布 当然当然是草案 并非是这种标准哈 也就是HTML1.0 本身应该说确实是不存在的 只是一个什么 最基本的HTML0的一个草案 好在95年的时候谁呀 作为是一个什么呀 RFC的什么 标准版本1866发布哈 1866发布 但这个这个草案版本已经在什么 2000年之后宣布过时的啊 真正的作为标准是什么呀 在1996年的1月14日 由W3C接受什么HTML 并且推出了HTML的3.2版本 此时HTML已经进入了一个标准化阶段 已经进入标准化阶段啊 当然在HTML3.2的时代哈 这个整个HTML系细是非常庞大的哈 因为当时正好处于网警公司和IE公司 不是和微软公司啊 两大浏览器厂商的什么混账当中 所以说是相对的很多标签啊 一些浏览器特有的一些标签啊 都全部存在于标准中啊 非常庞大属于一个非常庞大的标准 好 但是这是一个什么不好的现象吧 是不是啊 于是在97年的12月份 W3C给这个HTML做了一个瘦身 也就是说什么啊 精简的一部分什么啊 独立的标签 使得HTML标准更近更更什么 更接近完美吧 更接不说更接完美 只是什么更加实用更加瘦身了一点 好 在HTML4.014.0版本之后呢 又稍微做了一下修改变成什么啊 4.01是99年发布的哈 这个标准版本呢 从99年发布之后一直沿用至今 当然一直到什么 HTML5出现之前啊 一直沿用至今 好 这也是我们常用的版本 HTML4.01也是我们最常用的版本 我目前说的HTML版本指的就是HTML4.01 好 没有在网上了哈 好 那XHTML版本是什么样子呢 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 W3C推出的一个新标准叫XHTML1.0 好 为什么要推出XHTML1.0呢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哈 因为HTML标签它本身属于一种什么啊 是一学一上手的语言吧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很多编程语言都投入到HTML2的标准语言当中 但是呢 因为它的什么 入门低 也导致很多程序员 稍微学一下 觉得能看得懂了啊 或者能写出页面了啊 相应的觉得能实现效果了 就觉得什么 自己已经学成了 但是并不是这样是不是 以及什么 我们现在很多在HTML4.0阶段有很多工具 它都直接生成一些代码 但是实际上你去确切的看这些代码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代码是什么 是不规范或者说是不标准的 于是呢 在2001年呢 W3C组织为了提高咱这个程序的可读性 或者说为了提供一个什么更严格的标准 推出了XHTML1.0版本 所谓的XHTML1.0 基本上就是要求HTML的语言规范 按照XML语言规范来走 那样是不是 程序的标签要封闭啊 单标签也要什么 也要用反歇歇封闭啊等等等等 把一些标准 就研发出了这个XML1.0版本 1.0版本在01年的时候 在01年的时候又做了一下修改 变成了1.1版本 好但是你看2.0版本我是没介绍啊 也没有是不是也没有时间 看这话也没有时间吧 没错2.0版本是一个夭折了的版本 并没有发布 如果有2.0版本的话 那就不一定有HTML5了 好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流程图哈 前面这些都简单 我跟大家介绍过了 介绍过了HTML1.0 2.0 3.2 4.0 4.01 好注意 在4.01这块出现了两个分界线 第一个呢是W3C发布的XHM1.0版本 当时我们说了是不是为了提高什么呀 这个程序的标代码的标准啊 所以提出了XHM1.1 然后发展成XM1.1 好 但是注意 在W3C组织想要提出XHM2.0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出现什么问题呢 W3C提出XHM2.0版本的出入 要求浏览器必须严格按照XHM1.0版本来解析 如果网站不符合XHM1.0版本标准的话 那么浏览器将做不认识来什么 显示 会造成什么呀 页面混乱啊 或者代码不显示啊 等等的一些后果吧 总之什么 W3C的本意是好的是吗 希望大家把这个语言规范起来 但是厂商并不是什么 浏览器厂商啊 他认为不是这样的 如果哈 我按照XHM2.0来解析的话 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由于目前上 呃 互联网上 数以亿计的网站 应该说是基本上数以一万千万计 甚至数以亿计的网站 他们的代码90%以上 都是不规范的HM2代码 假设浏览器 强制按照XHM2.0版本来走的话 那么什么呀 是不是世界上很多网站就访问不了了 或者访问时候出现混乱 状态 是不是啊 好 将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为了这解决这些问题呢 好 浏览器厂商说这样不好 但是呢 W3C又非得一一无形 于是 浏览器厂商不跟他玩了 怎么办呢 再你看 在W3C这块4.01基础上 好 谁呢出来了 WhatWG出来 是不是 大家看这块多了个组织 叫WhatWG 那WhatWG是什么东西呢 WhatWG实际上是在浏览器厂商 和W3C组织分化之后 由浏览器厂商自己组织了一个 嗯 组织吧 这个组织是 呃 WhatWG哈 当然他本身定不叫WhatWG哈 叫什么 Y网什么工程组啊 好 这个一会儿大家介绍啊 这个 由Open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IE浏览器 等浏览器厂商组成的 新组织 WhatWG呢 他呢 哎 不说我们 不跟你玩了 你自己走 你得插一条2.0吧 哎 我自己什么研究一个新版本 于是呢 这些 这个WhatWG组织 在HTML4.0的技术上想要推行的是HTML5 而非XHTML2 所以说我们XHTML收集没实现啊 是不是啊 好 在 WhatWG呢 在04年呢 已经开始计划推出HTML5的草案 注意只是开始推出啊 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推行吧 是不是啊 好 一直到08年前夕啊 08年前夕 谁呢 WC 不是WC WC Sorry W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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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组织呢 他什么呀 他看到哦 我自己制定标准了 流量器又不跟我玩了 那我要奔准什么用啊 是不是啊 于是呢 W3C 在08年的时候 和WhatW组织 再次合并 合并出来什么 新的组织 还是WC 还是WC W3C W3C 还是W3C组织 他们再次合并什么呀 开始推出HTML5正式版 开始计划推出HTML5正式版 啊 当然 他们俩合并一定好处是不是啊 WC WG呢 推行HTML5 而W3C呢 推出HTML2.0 当然他俩合并之后 会把HTML2.0的一些什么 好的部分拿到HTML5来实现 是不是啊 嗯 所以说他们合并之后的组织呢 合并之后的组织 推行的版本是HTML5的版本 但是也汲取了HTML2.0的一些 好的构思和概念哈 好 然后你看 合并之后呢 我们什么继续指向HTML5 但是指的是HTML5未来 也说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哈 HTML5并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版本哈 只是什么在推广阶段哈 只是在推广阶段 好 呃 其实从08年开始计划推出 XHTML5的正式版以来哈 嗯 今年也就是2012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年 因为今年呢 呃 基本上是草案就算已经定下来了 还进入一个计划推广阶段 而那样真正推广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好 据说是2022年哈 2022年 连在现在是不是还有十年之远啊 是不是啊 好 但是大家哈 不要说哎 哎 HTML5离我还有十年之远呢 那我干嘛呀 我现在看什么看是不是 把书一盒上 接着搞自己的XHTML1.1 或者是搞4.01去了 HTML4.01去了是不是 好 但是并不是这样哈 实际上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HTML5已经被很多浏览器实现了 被很多浏览器实现了 所以说呢 嗯 现在学起来实际上已经是什么啊 已经是稍微有点晚了哈 我个人认为已经稍微有点晚了哈 别人可能已经跑起来了 我们现在还在起跑线上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跟上去啊 是不是啊 等一个标准真正的稳定下来 2022年的时候 那黄瓜菜都凉了 是不是啊 好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啊 好 来 下面介绍两个组织 一个叫W3C 一个叫W3C 那W3C 我们之前是不是提过啊 它是YV网联盟哈 它维护呢 是从HTMLX 从XHTML1.0到SHTML2.1 还有呢 当时的是HTML HTML1.0到HTML4.0 当然 HTML1.0是谁 是谁啊 提出障碍 是不是 IETF啊 是不是 那个组织提出了 那个组织提出来 当然我们统称规则下面也可以啊 好 W3C你看它指什么啊 它叫超文本应用技术工程组啊 当然我们不能知道W3C 你可以叫什么 W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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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你看它维护的版本是只有一个啊 ATML5 对 因为它是分化出来嘛 所以只维护ATML5 好 这一块呢 我们有个组织没提到 就是我们刚刚在什么呀 上面这块93年第一个ITF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 它这个组织主要维护着一些互联网的协议啊 主要维护着互联网的一些协议 ATTP协议啊 等等等等 这些协议它维护的 那我们这块没提 还是因为它 不管在 ATML4.01之前呢 还是ATML5这块都有贡献 但是只是一部分啊 ATML5这块呢 我们的WebSocket的技术 实际上是由 呃 IETF光组来维护这个协议哈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所以我们也说了 好吧 好继续看 大家关心的是 HTML5是什么 我们一起说HTML5 HTML5 那么HTML5是什么呢 HTML5呢 我们可以什么呀 这样认为 它就约等于 HTML 加上CSS3 加上JavaScript 加上API 那么这几部分 它变成什么意思呢 好 HTML部分呢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单纯的标签部分 单纯的标签部分 好 这是什么呀 一些HTML新增的标签啊 修改的标签啊 或者改变意义的标签啊 它能让我们的什么 页面结构 页面代码的结构更为清洗啊 好 那第二部分是CS3 也就是什么 是CSS的升级版本 我们以前用的是不是CS2啊 现在升到CS3了啊 它为我们页面提供什么呀 效果的支持啊 比如说我做一个蓄力的效果呀 那用什么实现呢 用CS3就可以 好吧 好 加上Script 当然加上Script 它并不是一个新技术啊 我们要HTML主要学习的东西 实际上是JavaScript后面这个API API是什么东西呢 说白了 就是有什么呀 HTML和JavaScript之间的一个接口 和JavaScript的接口啊 我们把JavaScript列出来 是因为在学习API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到JavaScript内容 不可避免的哦 好 所以我们实际上要学的内容 整体的数据分散大部分呗 是不是 HTML CS3 和API 所以我们在前面提杠的时候也提挂了 是不是 要有4.01 HTML4.01的基础啊 CS2的基础啊 是不是 还有JavaScript的基础啊 是不是 好 那么ATML我大齐认识了 好 我们就知道到这儿 好 下面继续讲一下 HTML5的改变 第一个HTML5的改变 好 标准的改变 不是SGML或者是XML 好注意哈 这可有两个概念是不是 SGML和XML SGML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 实际上不能说是标准 应该是一个规范吧 它是一个 类似于标记语言的规范 叫标准通语言 它是一个规范 我们的XML和HTML呢 本身都是由SGML来演变发展而来的 是一个规范 注意它不是语言 它是一个规范 好 那在HTML5里 它有一些不同呢 有哪些不同呢 注意 HTML5 它并不是由SGML发展过来的 注意它并不是由SGML发展过来 在XHML和HTML4.01之前呢 都是由SGML发展过来的 好 注意HTML5它不再是通用语言和什么 SML应用程序 那它是什么东西呢 好 注意它只是一个 HTML5只是一个什么 特殊的规范 独立的 独立的 好 那第二个 在HTML5中并不存在有效性检查 取而代之的是用规范来检查规范的一致性 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我脱离了SGML 也脱离了XML 是不是啊 相应的很多东西啊 很多东西就是成了一些不必要的 像HTML4.01DD啊 一些等等声明啊 都成了不必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块并不存在有效性检查 只是看一下什么啊 你是否符合我HTML5规范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是用的是规范来检查规范 好 那么第三点叫HTML5DD声明中 不再需要使用DT文件了 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都不是SGML语言了 是不是 所以DT文件 它是一个声明文件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必要的东西 也是一个不必要的东西 好 最后一点 标准的改变是 拥有十分松散的编写语法 但不是没有底线 这话怎么认为呢 好 X 不是 HTML5呢 它的发展路程中 我们讲到 它什么呀 是不是和W3C分道扬镳了 在XH2.0的版本 就分道扬镳了 有什么4.01直接衍生过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它本身呢 就延续了4.01的一些什么 松散的语法 延续了4.01的松散语法 所以前面这句话叫 拥有十分松散的编写语法 好 但不是没有底线 什么意思呢 不管你哪门语言 是不是啊 再松散 也得有规范的 是不是啊 这就跟人一样 你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 我们是一般来说 对于一个自然人来说 你都是自由的吧 但是自由的底线是什么啊 是不是法律之内啊 在法律许法律之内 你都是自由的啊 也就是什么 不能触犯法律 相对应的 我们ATM5虽然松散 但是什么 也有规范啊 所以你不能触犯人家规范 是不是啊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 下面就来看一下 这些规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哪些是我们的底线 好吧 好 标准的改变 松散的语法 我们下面就介绍一下 松散的语法有哪些 好松散的语法呢 这块我们介绍 主要分三大块 主要分三大块 第一部分呢是 不允许写结束标签的 不允许写结束符标签的啊 也是说白了 他就是单标签啊 说白了他就是单标签 好第二是 可以省略结束符标签的啊 可以省略结束符标签的 好也说双标签 哎可以不写 结束符标签 只写单标签 还有一些是 可以完全省略的标签 就是什么啊 页门中可以有 可以没有标签 好那我们看一下对哪些呢 不允许写结束标签的 结束符标签 主要有哪些呢 area啊bz啊bri啊 col啊command啊 等等等等吧 我不给大家一一列举了哈 大家自己以后可以查出他的专看 这些东西 他本身来说都是单标签啊 是不是a啊e啊 区域标签啊 input啊 那个 那个什么 呃文本框输入标签啊 是不是都是单标签啊 如果你以为atm4.0的支持的话 你应该知道他都是单标签的 那什么呀 他就不允许写结束标签啊 好主要写一个什么 一个单标签可以了 好那第二个 可以省略结束标签的是什么东西呢 l i d t d d p 标签 哎 这些标签我们都认识吧 是不是啊 他什么啊 是不是全是以li 尖块 li开始 以什么啊 尖块斜杠li结束标签啊 是不是啊 好本身在 插一条文本的标准里面 我们要说什么 成就写由开始标签 就写结束标签吧 是不是啊 大家注意啊 在一条文本里边 结束的部分可以全掉省 全部省略掉 因为他会有什么 会有浏览器 帮我们自动补权 所以这些标签 实际上是可以成为 可以省略的标签了 是不是可以提高 我们的开发程序的效率啊 当然代码的可图性 会稍微一些降低啊 你说啊我都写上 这个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为是可以省略 不代表什么啊 不可以写是不是啊 好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 可以完全省略的标签 这些标签就简单了 什么呀 大家应该认识啊 HTML标签 是不是整个页面的最低层标签 最底层的一个标签啊 是不是啊 HTML标签 哈的头标签 Body 体标签 还有什么啊 COL group标签 体Body 标签 这些标签啊 可以完全不写 那你说 我们在学HTML 4.0 和拆HTML的时候 都说了 HTML一定要什么呀 写上去HTML标签 然后里边用哈的标签 和Body 标签 发分吧 但是在HTML里边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不写的 都是可以不写的 但是不是说你什么啊 我每个都不写 每个都可以不写 有些情况下还是要写哈 比如说什么呀 在做离线存储的时候 离线应用哈 在做离这个离线浏览 就是页面离线浏览 就是我不访问 不访问互联网 就会访问先页面的时候 就需要什么呀 写拆HTML标签 因为需要HTML 一些HTML HTML标签里边的一些 系属性 那时候就要写好吧 如果说哎 我不需要他的属性 那么恭喜你这些标签 可以完全不写 浏览器是不会认为你错的啊 相应的你去验证 哎 HTML5的标准的时候 也是没有错误 也是没有错误的 好 来继续看 标准的改变呢 会让大家产生一些彷徨啊 那彷徨是什么来说呢 对于HTML5来说呢 它本身是一种进步 因为什么 是不是由HM401发展来着来的 那当然它也是种口气 为什么呢 我们说了 它是不是很 语法非常松散啊 松散是目的是为了什么呀 是为了接融一些什么啊 不规范的语法呀 之前4.01啊 或者XHTML不太规范的语法 是不是啊 所以说 这也是它发展过来的缘由吧 那 HTML5诞生之初呢 就说了它是为了向下接融的 所以我们并没有必要说什么 因为HTML5来了 我们觉得是感觉什么 感觉恐慌或者彷徨啊 没这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HTML5 不论是对HTML4.01 还是对XHTML 都是支持啊 都是支持的 好 HTML5的发展 我们说了 它是从4.01发展过来 是不是啊 所以它依然接融4.01的代码规范 依然接融4.01的 我想 您说什么 我某些代码不写啊 或者写错了 会不会出现问题啊 不会 告诉你不会 你说我如果在页面中 写了一些声明啊 第一集声明啊 主要4.01的 会出现问题吗 恭喜也不会啊 也不会 好 所以HTML5 继承4.01的一些特性 是什么 让代码变得什么 比较松散 是不是就算说什么 我的代码不规范 页外也会保证正常的显示 保护正常显示 好 那 我们说了 HTML5是由4.01发展过来的 是不是啊 那4.01后面是什么 是插HTML吧 是不是啊 插HTML是一个什么 比较严格 比较规范化的一个 HTML标记语统啊 好 那你说这种语法 在HTML5里面 会不会说不现实呢 会 会说会 会时间不了呢 大家也不要恐慌啊 为什么呢 因为浏览器在什么呀 在HTML5 甚至在HTML5这块呢 我们还提出另外一个概念 叫XHTML5 什么概念呢 用XHTML的语法标准 来写HTML5的代码 这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啊 既保证了什么呀 既保证了我用的HTML5的代码 又保证了代码的可读性的提高啊 是不是啊 HTML最大分解是什么 代码的可读性什么很高啊 是不是啊 好 所以大家没必要 因为HTML来来给它恐慌啊 指示什么呀 哎 往多学一点知识 增量的发展一些就可以了 以前的知识呢 都是可以用的 都是可以用的 就算是在什么呀 HTML5删除的标签 你在浏览器中 你在代码中写出来 浏览器依然是可以给你解析的 依然是可以解析的 好吧 来继续玩看 剩下的一部分内容呢 就是我们学习前的准备了 因为下几课我们要学了 这些课只是个概念 下几课要学了 HTML5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了 那么我们要做一下 学习前的准备工作 那需要准备什么呢 首先不可避免的是什么呀 浏览器吧 我们HTML5 HTML本身就是依赖于浏览器的 是不是 所以不可避免的 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做好浏览器的准备工作 浏览器准备工作 那么我们什么呀 学习HTML5 自己要找支持HTML5浏览器了 好 那么支持HTML5浏览器有哪些呢 我大体给大家找出这么十种啊 大体给大家找出什么十种 来 从上横着看吧 第一个是什么啊 IE浏览器 当然 IE浏览器呢 这块要求大家至少是 IE9的版本 至少是IE9的 IE8是不支持HTML5的 IE6 IE7 当然更不支持了 所以 IE9以上的版本才可以支持 当然 IE9对HTML5支持的还是不够 刚刚发布的时候还不够 但是现在 已经是更新的还不错 更新还不错了 因为 微软当时 当时 IE9发布的时候 就宣布了一件事情 要什么呀 持续的对IE9做HTML5支持的一些 增量升级 增量升级 但是今年什么时候 温 微软的 这个什么 温8版本刚发布啊 是不是 温8版本里自欠什么呀 IE10 IE10对HTML5的支持就非常好 IE10对HTML5支持就非常好 在今年的HTML5峰会上 IE的项目经理 给我们解释 IE浏览器的项目经理 给我们简单的演示了一下 IE10浏览器的一个对HTML5支持 效果是非常顺利的 知识也是非常好的 好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火狐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 是Firefox 很多兄弟们应该都用过 Firefox是不是 他对HTML5浏览器 HTML5的相关支持也是不错 也是不错的 好 Open浏览器第三 Open浏览器 Open浏览器呢 本身实际上就是 W3C组织做过很多什么呀 标准工线的人 所以他对HTML5支持人 应该来说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好 再一个就是Safry浏览器 什么呀 是不是苹果的啊 是不是 苹果的高富帅的是不是 招勇了是不是 苹果浏览器啊 Safry 还有Chrome浏览器 什么谷歌的啊 好 Safry浏览器和Chrome浏览器 我们可以归为一类 因为他们俩都是WebKit那盒的浏览器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归为一类啊 他们俩对HTML5支持应该说是非常好的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 目前来说呢 呃 我个人觉得哈 Chrome浏览器 对 不 这个什么 HTML5支持应该是最好的 支持应该最好 但虽然说他有一些不足啊 比如凯文斯里边不能画图像啊 等等的也有一些不夺 但是对其他方面来说支持他还是很不错的 好 上面是五大主流浏览器吧 是不是五大主流浏览器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其他流浏览器啊 好 第一要介绍的是猎豹浏览器 猎豹浏览器呢 它是机商公司今年刚推出的 浏览器机商刚推出的 它本身呢借用了WebKit那盒 和IE乱七那盒 因此它本身属于双那盒了 并且可以切换的啊 所以IE乱七 不是说IE sorry 猎豹浏览器啊 它本身也可以实现Chrome乱七 对HTML支持的 效果解释 都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用Chrome也可以 用Web 用这个猎豹也是可以的 但是猎豹可能速度少快点 我个人讲课的时候 可能在用猎豹浏览器啊 但你如果说什么 我这块不想用猎豹 我用Chrome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讲课的时候说实话 说实话讲课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什么 Chrome浏览器 Open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IE浏览器 Suppr浏览器 可能都要用到 因为语学效果是不是只有部分浏览器能实现 我说它是支持的不错 但有些不足都一样 可能是这个知识那个不支持 这个知识那个不准 比如说什么 Chrome我不支持在画布标签里边画图像 那我IE就支持 那我们可能是吧 做画布效果演示的时候 就要看一下IE 是不是 这个功能就看一下IE 我想说 我可能input标签是什么 时间选择器 那Chrome浏览器 可能不只是Open浏览器 那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Open浏览器 是不是 所以学习过程中 我们可能要开到多个浏览器 来看一下效果 好吧 然后是几个 UC浏览器 URC浏览器 主要什么 主要手机浏览器用网 做什么 做移动端的时候 可能用到UC浏览器 当然是澳游浏览器 澳游浏览器 它本身 对ATM5支持应该是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不过用不用的话 就看个人喜好咯 好 海拖浏览器 它本身也是什么 也是一款手机浏览器 对ATM5支持也还不错 都挺好的 最后一个是什么 百度浏览器 百度太闪寨了 是不是 连做图标都搞得跟IE一样 这个百度浏览器的图标 是百度PC端的浏览器图 它的移动端也有个图标 我们给大家拿出来 是个小外型小什么 小胎工人 是一个小人穿着胎工服 好 这就是几大支持什么 几个支持沙漠游浏览器 任选期就可以 好吧 任选期就可以用哪个都行 但是我建议大家都装两个 比如说最少要装什么 装个Chrome IE和Open 最少装三个 最少装三个 但是你可以下绿色版 好 那浏览器就在这 浏览器就在这 那么相应的编辑工具呢 相应的编辑工具 不给大家做实质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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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Notepad的浏览器 Notepad的编辑工具 就是什么 一个增强的记事本 或者用什么 或者用Dreamer 都可以 都可以 哪怕再出时间 你用记事本也行 但是不建议 不建议 我还希望大家能用一个 带颜色体式的工具 好吧 好 那我们的准备工作就结束了 最后给大家讲几个 什么 可以学习HML的网站 可以学习HTML5网站 一共给大家推荐三个 一个是HTML5中国 这是他的网址 HTML5中国 HTML5CN.RWG 它是一个中国组织 是个免费的 好 第二呢是HTML5China 什么 HTML5也是中国 是不是 只不过一个叫China 一个叫中国汉字 是不是 好都可以 这两个网站都不错 第三个网站叫 MHTML5.com 它是什么呢 是HTML5的研究小组的一个网站 实际上它是中 在中国推广HTML5的一个组 我们今年还叫什么 全称叫HTML5梦工厂 全名叫HTML5梦工厂 今年的HTML5峰会 就是由这个组织 这个进行组织 然后开展 好 那HTML5的前期介绍工作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下一节课 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 HTML5的相关学习当中 好吧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捶死冰重 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PHP 少壮不学PHP 老大图伤悲 洛莹亲友如香问 就说我在学PHP 全面 全面共学校 处处学PHP 在天院做 比例 再订阅学习修PHP 众里寻他千百度 不难回首 大人正在学PHP 把您的比例 喜欢的 那些 他们不能够 他们的挑战 准备 两种 还要的 往太关 的